YOYO我是魯特 最近憋了應該差不多有3個多禮拜沒有好好騎車了 只有上個禮拜屁股好一點去阿里山露營 不過那次因為只有到阿里山 沒有騎太多的車 所以回來之後就一直確認自己屁股的狀況 確定又能再來一趟偏長途的行程之後 馬上就忍不住了 之間很臨時的在IG上面PO出了一日有的資訊 當下其實我真的沒有想太多 嚴格來說只想著去吃顆 趁著那一股禁想都不想就直接發布了 發布完之後才開始覺得自己是不是有點太衝動了 第一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把帶觀眾去騎車的行程 縮減成只有一日的行程 以之前的經驗來說 第一天通常是大家剛認識 還是來熟悉彼此的時候 幾乎到了第二天 才會有比較打成一片的感覺 第二則是因為之前也辦了三次兩天一夜了 而每一次我通常都會覺得很可惜 就是時間才兩天很不夠玩 但是這一次一個衝動之下 直接一日遊 所以綜合以上這兩點 其實之前已經有辦過蠻多 四代觀眾一起去happy了 但是這還是讓我在一開始出發前 就很擔心大家會玩的不夠盡興 不過文章也都發出去了 看到大家也都一如既往的踴躍報名 我就在焦慮帶著一絲興奮加上期待 在這種複雜的狀態下 跨上了Tim Cole的KRVMOTO 我可以做任何事 I'm my own, I am strong, I am fine I leave forever alone, on my own I have made it a long way from home I am my own, I can do it every day I'll make it on my own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從台中到嘉義 再從嘉義到台南 最後再從台南回到台中 就交給這台KIMKO的KRVMOTO版陪伴我 在剛出發的時候 這台車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大燈真的是夠亮啊 騎在沒有路燈的公路上 亮度還是非常夠 LCD分離式儀表板 讓我在半夜出發 黑暗中 一眼就可以把資訊看得一清二楚 鏈條傳動 讓動力輸出更有效率 加速性也隨之有效的提升 而因為這一次是個一日遊 所以在行程的安排上 時間排得比較早 早上的7點半 我們大家相約好在7的雲海門市集合 因為這樣這次出發的時間 需要提前不少 在早上的3點多起床 稍微整理了一下之後 就從台中起車南下了 從台中出發一路到嘉義的集合點 因為今天是個假日 在半夜的3點多出發 路上看似完全沒有車 不過依照經驗 在早上的6到7點 車潮就會開始出現了 選擇從74甲進入彰化 再經過攝頭、田中 從二水接到台三線 進入陵內 最後從熟悉的台三線 一路到嘉義 凌晨3點多出發 在騎了將近2個多小時之後 我終於接到了台三線 來到了雲林的斗六 各位朋友早安 前陣子啊 然後我的那個 屁鬥剛好嘛 就是剛復原 就想說 要不然就臨時揪一攤 帶觀眾去騎車 今天呢非常的臨時 尤其是在這個我們民俗月 我其實是昨天才剛發佈而已 因為真的太臨時了 你知道嗎 最近又假日 所以我一開始原本預計的人 數來的人 可能也不會太多啦 因為一開始我在上面打那個 是說20個觀眾可以參加 IG放上去之後 其實我一開始就以為說 應該是比較少人會想要參加 PO上去之後呢 我就先放著 放著到最後 沒想到爆滿 這算是方外篇啦 因為今天我們只有一日有而已 一天的行程吧 早上呢 我們等等 從嘉義的山區呢 一路給他騎到嘉義的海線 然後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這次騎的車呢 特別的不一樣 我們除了行程不一樣之外 我們騎的車也特別的不一樣 KIMKO的KIAVMOTO版 這大概是我不知道多久以來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騎蘇克達了 在這趟旅程中呢 我們就好好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他 在我騎小舉白之前呢 我是很常騎蘇克達 騎一些山路什麼的 說到蘇克達呢 基本上就跟我做頻道的初衷有關了 出發的時候 我們再一路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準備出發了 GOGO 說到初衷 就想到莫忘初衷 有點中二啦 但還是讓我說一下 在我這次騎到KIAVMOTO的時候 很有當初在騎車的FU 因為我本身在還沒有做騎車影片之前 我就常常騎著蘇克達到處亂晃 那時候還沒有像現在這樣 騎車出去 常常只是為了騎某一條公路 就騎個八九百公里 那時候只是還個島啦 到家附近隨便放放風降而已 那陣子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每到了假日 我有一整天的時間可以出門騎車 朋友都約好了 衣服也都換好了 鑰匙也拿在手上了 熱血的心也跳個不停了 準備好好的幹一番大事的時候 但是就是不知道去哪裡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最後 就是去一些熱門的山路 騎一騎晃一晃這樣 到後來那些山路 真的是太熱門了 假日真的是會人潮爆滿的那種 最後真的已經不知道騎去哪裡了 不想要在騎著那幾條 已經騎了很多次的山路 所以就開始在網路上 找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騎士友善的 但那時候網路上有關這一類的影片 真的還蠻少的 所以最後就想說 不然自己來分享一些 一日騎車可以到的地點 給那些價值也不知道去哪裡的朋友們 從路況、路線、景點 人是不是很多 要怎麼去 騎乘的心情 下去開始分享 所以在之前的影片 我都是一日有居多啦 而這一次 同樣是一日有的行程 加上車子 對我來說 真的是熟悉的既視感 就這樣從凌晨出發 我在騎了將近4個小時之後 終於來到了今天集合的Seven 雲海門市 各位觀眾 我們已經到了這個Seven的雲海門市 剛跟大家宣布完了事項 今天的行程呢 非常的特別 是我們帶觀眾去騎車第一次一日有 那這個一日有呢 其實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想要吃仙科 所以我就找了一大群人來好不好 那為了因應這次吃仙科的行程呢 我們這次連中午的午餐地點 我們都不排了 蓋子也跟大家說呢 我們必須要帶著一顆 挨餓 飢餓的胃 飢餓的肚子 前往烤仙科的現場 這樣可以吃了多 然後現在呢 我們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休息完之後 等一下就要準備出發了 等一下第一站 中埔百年古隧道 我GO 就跟影片開始說的一樣 一日有 時間少 就意味著停留了點比較少 一站 與一站之間的距離 也沒辦法拉得太長 為了形成最後一站的烤仙科 在Seven集合的時候 還順便提醒了一下大家 今天不會停餐廳 會直接一路 起到下午 讓我們保持著一顆飢餓的胃 去吃爆仙科 集合完畢之後 我們一行人23台車 也正式出發了 從Seven出發之後 我們從台18線接到了台3線 這一段的台3 在我每次來到這裡 我都會不自覺的放慢車速 閉直的南洋山 讓我每每經過的時候 都會看到忘情 很喜歡這裡這種帶點森林的感覺 加上因為今天集合時間算早 早晨的陽光 即使被露樹擋住了大部分的光 但還是顯得特別的四眼 在出發之前 南台灣可以說是下爆了啦 所以還是很感謝老天爺 算是讓我在復出之後的第一個行程 就可以享受著這麼美好的天氣 沿著台3線 騎了差不多15分鐘 我們右轉 接到了這條加EC線道 雲洞道路 陸服在這邊 也從原本的雙線道 變成了單線道 不過有路面 伴隨著不是太陡的坡度 一開始還算好騎 但是接下來的路況 就越來越糟糕了 轉進加EC線道 往前騎了大約不到3分鐘 可以看到路邊有一個百年山洞的扛棒 柏油路轉變成了水泥鋪裝的路面 平台的路面也會瞬間直轉而上 坡度...真的比較陡一些 不過因為這次騎了KRBMOTO版 所以在看到了陡坡 還有水泥鋪裝的路面之後 還是可以讓我毫不猶豫的扶搖直上 175cc的引擎搭配鏈條傳動 騎在這段路的時候 可以說是直接一口氣 就來到了坡頂 還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引擎是輕輕鬆鬆 一口氣就上來 心有餘 力 同時也有餘 而在爬升完這段陡上坡之後 過了一個彎 接下來坡度就會變得比較緩了 但是路面上會瞬間濾了起來 長滿了青苔 青苔過後 就是充滿著泥泥的路面 地上還會有水灘 KRBMOTO原廠的加大後吐除 也讓我們在經過泥泥水坑 可以完全不用擔心路面上的泥水 見得我們滿輩都是 後座的人肉擋泥板 終於可以全身乾乾淨淨的到家了 在下完雨的季節來到這裡 騎乘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最後經過了一波三折 我們終於抵達了 這個長大約80公尺 寬度大約2公尺的 中浦百年古隧道 穿越過山洞我差點也變回了18歲 在百年前的日劇時代 這個寧岩山洞 是用來運輸油礦的輸油隧道 在當年為了讓油礦台車通行 而以純手工的方式打造的 很難想像這個隧道 如今內部看起來雖然粗獷 斑駁 隧道口還可以很清楚的看見 當時開鑿的鑿痕 以及黏層 層層堆疊起來的痕跡 壁面潮濕光滑 長滿了各種蕨類植物 純天然的同時 也很有歷史的味道 而也因為經過了百年的風霜 所以陸服自然就不是那麼寬闊啦 隧道內的路況自然也是插到爆 待觀眾臨時起一篇 第一站就帶大家吐露起來 雖然路爛又窄又暗 但大家還是騎得非常開心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中浦百年古隧道 那小弟個人呢 原本是以為說 它是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結果沒想到騎上來之後 帶大家騎了一長段上坡之後呢 發現 這邊沒有地方可以停車 所以我們全部的人呢 已經把右邊的那一小小塊空地 給它全部塞滿了 那這個隧道 個人是覺得騎進來的時候啦 這裡有點像是叢林的這種感覺 它旁邊呢 就是那種很大顆的岩壁石頭 然後就跟山豬溝一樣 這些樹枝呢 還有這個藤蔓呢 已經遍佈在上面了 那剛剛啊我騎到這個角度的時候 是有被這個山洞嚇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初在這邊呢 會新建這座山洞 從這個岩城 而且你看 這裡真的非常的潮濕啊 摸的摸的 全部都是濕的 我覺得啊在這裡啊 一個人如果是一個人 來在這邊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恐怖 恐怖的原因分成兩種 第一個呢是因為這個山洞 看過去裡面沒有路燈 有點 看起來有點恐怖 第二個呢是因為 這裡的路面真的是 太潮濕了 我們剛才有很多人啊 就是因為這個路面 騎過去我相信 對他們來說 應該已經快崩了 那再騎回來呢 他們應該也是騎了 心驚膽跳的 甚至還有人呢 就直接待在下面 也沒有上來了 可是接下來 其實令我有點擔心 因為今天我們這個 中途百年古隧道呢 只能算是我們這趟行程裡面 最一開始的開胃菜而已 等一下呢 我們還有六甲夢之湖 那是最讓我擔心的 因為裡面的路很小條 又很複雜 可能跟這個路幅呢 是一樣的 那我不知道路況比較好啦 因為最近南部真的 嚇爆了 框嚇 還行嗎 還蠻爽的問題 爽嗎 這才叫騎車 這位是 高雄來的 阿蘇大大 他說騎這個很爽 但是很累 那下次我們再救一個 這個山洞來回騎 來回騎太累了 等一下大家 直接這邊 排整排我們刷追焦 我們這一次 我們這一次 請到我們這個專業追焦手 今天你就負責 幫我們攝影的部分了 沒問題 感謝你 我盡量我試試 騎CB1100的大大 我們在這個中古百年隧道呢 我們終於快待滿一個小時 我們要準備走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在這邊待快一個小時 我這邊一直隨便亂排 然後跟大家聊天 喇賽 下一站我們準備去西口小瑞士 GO 二百年古隧道這裡 魯特是建議 不用排太多時間停留啦 一是因為這裡除了山洞 就什麼都沒有了 二是因為路幅本身就不寬闊 停車自然也就比較難停 摩托車是還好 但是如果你是開車的話 不要說停車啦 可能連回車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開車的朋友們 還是比較建議 把車停在剛剛上來的那個 長下坡的下方 再用步行的方式往上走 另外提醒一下 因為最後一段的坡度 真的比較陡 所以在回程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車速不要過快 不然 可能會不小心 去傾倒樹 怎麼了 他放樹了 真的假的 啊有怎樣嗎 啊 車還好嗎 哇 哇 OK 達魯殼很尖 尷尬 我們這台剛剛 很引勇的 去輕了一下樹 跟我 跟我上次去騎越野車的時候一樣 只是我那次輕的很大力 他這次小小力的輕 骷拉吉的拉桿有點 呃往下垂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呢 用我們的工具 把它給修好 蛤 復活了 蠻血復活哦 兄弟們我們繼續出發 修完了車 我們也準備繼續起乘了 從加一四一線道 接回台三線 接下來我們準備從台三線 接到172線道 進入關子� I gotta not to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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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線道 這條公路 其實也蠻符合我們今天行程的精神的 一路從嘉義部隊的海線 經過台南的關子嶺 直轟到嘉義的中埔鄉 全長超過55公里 這條公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不是今天來到這裡的藍天白雲 也不是一眼可以鳥看山區風景的好視野 而是這一顆又一顆的檳榔樹 讓我不經意想把172取名為 檳榔公路 沿路大概有超過3公里 我們會是行駛在這樣的風景之中 兩邊都是細細長長的檳榔樹 我們隨著172在一大片檳榔樹林中蜿蜒 髮夾彎一個接一個 撇除檳榔樹 偶爾在幾個路段上 視野非常的遼闊 在172上騎了大概半個小時 接到了175線道 經過紅葉隧道之後 我們也進入了 關子嶺溫泉 其在沒有紅葉的紅葉隧道 這次來到這裡的時間 剛好是在夏天 各位朋友 如果也想來關子嶺的話 還是建議可以在秋冬的季節前往啦 附近的紅葉 會隨著迎風面的溫度不同 而呈現出不同的顏色 同時 神態系統也非常豐富 可以看見超過100種不同品種的蝴蝶 另外 關子嶺溫泉還有著全台唯一的 泥漿溫泉 據說泡下去之後 皮膚可以變得非常暖嫩 所以我想 下次一定要在秋冬的時候來這裡 好好享受一番 在175線道上 這段路對我來說 其實不算太陌生啦 今天我們騎乘的這段路 剛好是靠近東山 所以這裡也有著咖啡公路 東山咖啡大道的稱號 因為地處關子嶺 以及真聞水庫的中間 好山好水 山 這裡的海拔 大概落在500到800公尺 日夜溫差可以落差到10度 水 鄰近真聞水庫 烏山頭水庫 白河水庫 可以調節濕度 也造就了東山咖啡飄香 具有獨特的東山香氣 名為咖啡公路 公路兩旁想當然 種植著的就是咖啡樹 公路沿途的視野良好 白天可以遠望迦南平原 晚上則是可以觀賞 迦南平原的夜景 所以有經過這裡的朋友 時間允許的話 一定要停下來好好喝個咖啡 不管白天晚上 咖啡公路 都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騎完了175線道 我們接到了174 經過了一個小時 我們也來到了西口小瑞士 不知道大家想到的嘉然平原 腦海中會不會出現 八田羽衣這號人物 日治時期 全台現代化的水利工程中 從台北的下水道工程 再到日月潭的水利發電 再到嘉南大郡 烏山頭水庫 幾乎都有這號人物的參與 而西口小瑞士這裡 作為烏山頭水庫的上游集水區 因為擔心水源不足 所以八田羽衣 當時特地建造了這條 長約4公里的飲水道 用來引導真聞溪水 進入烏山頭水庫 而飲水道的入口 就長這樣 從這洞口進入 我想 應該不用10分鐘 就可以直達烏山頭水庫了吧 其實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來到西口小瑞士了啦 這次來 與上一次來 景觀差異真的非常大 兩邊的雜草已經非常茂密了 這裡也要很老實的跟大家說 西口小瑞士附近 沒有遮陽的地方 來到這裡 也只是為了看這一個巨大的漩渦 所以如果你有來到這裡 時間一樣 也不需要安排太長的時間 也盡量不要在正中午的時候來 會比較合適啦 早點 五十分 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西口小瑞士 這裡呢 其實在三四年前吧 那時候我剛買小舉白的時候 也來這邊過了 事隔三四年之後 再度來到這邊 帶著一群觀眾來 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跟大家說 這邊其實沒什麼 有廁所嗎 欸好像沒有 這裡連廁所都沒有 然後還帶大家來這邊 這邊其實跟六甲孟之舞有點算是順路啦 所以就想說順路經過 然後就停下來一下 那 我來看一下他現在 現在的景觀 跟之前我來的時候 他的景觀有沒有差 那這邊其實就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發電廠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裡最有名 哇靠變成這樣了 之前我來的時候啊 這邊都是水 喔有有水 有水有水 對就是那一個 就是那一個 今天算是非常好運 來的時候還有水 所以可以看到那個水 他就水一直流下去 然後那個水流下去 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往六甲孟之湖前進 那這個六甲孟之湖呢 小弟沒去過 看Google街景呢 沒有街景 他只有在最尾段有街景 前面都沒有街景 感覺路是蠻小條的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 兵分成兩路 想去的呢 就去 不想去的呢 先找一間Seven 然後等一下我們去完之後呢 再去那間Seven 會合 我們今天騎這個 KRV 絕對是要下去 給他蹭一下土的 等一下就來試一下 他越野能力如何好不好 GoGo 因為這裡實在是沒有什麼遮蔽物 加上巨大的漩渦 是需要用空拍機 才可以看得比較清楚的 附近也沒有廁所 或者是可以停留其他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裡沒有待上太長的時間 就準備起乘 前往我們的下一站 六甲夢之湖 接下來我們接回174線道 準備接到產業道路的最後一段174 山壁上還有落石不斷一直往下掉落 在下完雨的前後來 真的需要非常小心 遇到有落石的路段 也要盡快通過 經過落石掉落的區域 我們也接到了這條 南115巷島 我們現在準備前往的夢之湖 應該可以說是在今天的行程中 路幅最小 同時路況也是最差的一段路了 從南115巷島開始 你會感覺到雙線道越來越窄 接著一瞬間 就來到了雙黃線的盡頭 不到5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會進入單線道 並且周遭的景色也會越來越狹窄 窄到直升下原始農村裡的住家 純樸中帶著一點偏僻 汽車開在這裡真的算是比較難開啊 絕對沒辦法會車 機車的話因為體積小 騎乘起來輕鬆許多 過了農村住家之後 接下來我們會進入一大片的竹林 如果從Google地圖上來看 要前往六甲夢之湖附近的路線 真的就像蜘蛛網一樣 密密麻麻的遍布在這一塊區域上面 在一開始還讓我蠻擔心的 因為我們這一趟的人數 其實超過20台車的 所以在從西口小瑞士出發的時候 怕大家迷路 還特地跟大家說接下來的路 可能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當我實際騎進了這片竹林之後 發現路線雖然看起來雜亂 但是其實只要我們循著主路線 加上偶爾的路標指引 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迷路啦 加上在這附近的居民 人也都非常的nice 而身處在這片竹林之中 也讓我們在這炎炎夏日 生理上得到了一點慰藉 就是涼爽啊 在竹林裡其實也沒有騎太久的時間 大概不到20分鐘 我們也很快速的來到了六甲夢之湖 路徑的尾端是有幾艘竹筏 一個小平台 以及肉眼可見的幾座小島 組成的景觀 六甲夢之湖是屋山頭水庫的上游地帶 由遍布的叢林小島 碧綠的湖水 以及無數雲朵影子 組成的壯麗景觀 而名為夢之湖 是因為這裡曾經是電影 夢之湖的取景地點 據當天我們接觸到的 仍很好的居民跟我們說 這個夢之湖 也會有類似 漲退潮的現象發生 只不過與潮系現象不同 漲潮是發生在下完雨之後 而退潮 則是發生在都不下雨的時候 所以你們今天來到這裡 剛剛大哥跟我們說 如果來這邊的話 其實也蠻看運氣的 我們現在拍照的這個平台 是有可能會被水淹滿的 也就是ZH度現在要上去了挑戰的位置 來 萬眾矚目 太可惜了沒有摔 欸! 湖光山色 臥虎長龍般的竹林景色 就好像一幅山水泊墨畫 但是六甲夢之湖美麗的一面 魯特還是覺得 從空中來看 是最適合不過的 太陽真的太大 天氣真的超好 那一個島 從空中視角來看 長得像台灣的形狀 不過我怎麼拍都拍不出來 可能是我自己技術 應該是有點差啦 就是技術不好 所以拍不出來 拍不太出來台灣的形狀 在我們停車的這個平台的對面 就是一座小島 而這座小島 看上去平平無奇 但實際從空中往下俯瞰之後 會發現 原來夢之湖裡面 存在著一個小台灣 而且是一座長滿了竹林的台灣 這裡不得不讚歎大自然的無奇不有 雖然長得像台灣 可能是巧合而已啦 只是我們剛好在腦中 幻想出來台灣的形狀 剛好很像而已 但還是不得不敬佩大自然造物的無限可能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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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光靈靈 金光閃閃的 然後剛剛呢 好像有一組客人 我不確定他們是客人 遊客還是在地的居民 他們就乘坐一艘竹筏 往那邊行駛過去了 我不知道那個是有在在客還是怎樣的 不過下次我機會來的話呢 我想我應該會想要做那個竹筏 試試看 現在岸邊的這些竹筏 都是有被繩子煉住 然後也有被鎖住的 就是它的龍頭是被鎖住 你是不能隨便移動它 然後應該也是沒辦法發動的啦 下次我們找更多時間 把資訊完整了之後呢 再來做這個竹筏 應該會是蠻好玩的 魯特是不知道這裡有沒有提供 竹筏載客服務啦 但是如果可以乘坐竹筏 遊覽夢之湖 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畢竟以現在的時代 竹筏 我還真的沒有做過 好啦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要離開這一塊美麗的地方 準備前往我們下一個點 下一個點呢 就直接到海邊了 將軍生態公園 去完之後 就是我最期待的考心科了 準備出發 go go 在夢之湖我們待了蠻長一段時間的 直到看到手錶上的時間 已經接近了下午1點 才猛然的從夢中驚醒 接下來我們也準備前往下一個地點了 回程我們沿著蜿蜒的產業道路 重新體會了一次 夢之湖產業道路上的主影婆娑 今天我們在三線的行程 也差不多在夢之湖這裡畫下句點 接下來 也正是準備展開了我們的海線之旅 而海線的第一站 因為下午我們準備去吃烤蚵吃到飽 所以其實這次的行程 我是特地沒有排午餐地點的啦 加上今天實在是太熱了 所以決定先到附近的便利商店 稍坐休息 肚子餓的 先嗑一點東西 身體熱的 先喝一點冰的 再來下山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Seven的烏山頭門市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山下的Seven了 打算在這個Seven呢 先稍稍的休息一下 人手一罐飲料 這間Seven因為有我們業績變化 促進在地小小Seven發展 下一站海邊 等一下休息一下 準備出發 GOGO 我們這一趟喔 到了這邊呢 有位非常帥氣的觀眾 要給我騎他的CP1001 然後呢 他騎KRV 等一下到的時候要跟我講心得 沒問題 好 沒問題 在Seven這裡 剛好觀眾也對KRVMOTO版很有興趣 所以在下午的行程一開始 我們兩個就交換了一下車子 晚一點 再來聽聽看他的500字心得 從Seven出發之後 我們一路往西 準備往海線出發 再來穿過市區之後 騎了將近一個多小時 我們終於來到了台南的將軍區 GoPro已經拍到熱當了 我們終於慢慢開始看見 一片一片的餘溫 而這一片又一片的餘溫 就在我們等等準備前往的景點附近 剛好順路 所以魯特就臨時奇異停了一下 因為光是只有從公路上看過去的景色 是看不出來這一片一片餘溫的特別的 在我們從公路視角看過去 像是餘溫沒錯 但是這裡實際上的名字 扇形岩田 扇形岩田 位於將軍區的沿海地區 因為在希伯林導演的看見台灣內曾經出現 所以進而聲明大造 是台灣岩夜史上最後一個岩場 在這一片土地閒置之後 也吸引了很多鳥類前來棲襲 雖然岩田目前已經廢棄了 但是今天來到岩田 我們也要感受一下岩田的溫度 可以看見雖然岩田目前已經閒置了 但是每一池之間的分隔 還是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來 岩田中還有一些目前已經廢棄的房屋 路旁的雜草重生 但是在海風的吹浮下 還是散發著一種慵懶悠哉的氣息 如果我就這樣繼續騎下去 不只海水會變鹽份 我也快要蒸發了 所以到了這裡還是乖乖就回頭了 而在今天來到這裡 可以看見岩田中間也停著幾輛車 所以目測汽車也是可以直接開下去的 但是因為我沒有找到汽車要進入的路口 所以如果是開車來的朋友們 可能就需要多花一點時間找一下了 騎完了岩田 心滿意足繼續往我們接下來的停留點處罰 在台南嘉義眾多海線景點中 在我去過了這麼多次海線的地點之後 我發現很多點看起來都是已經荒廢很久了 現場雜草密布 一眼就會知道這已經是完全沒有人在維護的地方了 很有那種末日感的感覺 現在我們即將前往的地方 就是其中一個也是荒煙漫草 首先我們先穿過一大段草都快比我高的 公路 接著是一段不知道是被雨衝毀了 還是原本就沒有鋪柏油路的小路 最後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將軍生態公園 當然這個像牌樓的入口 會讓你覺得 這裡跟生態這兩個字 應該是扯不上任何關係吧 但是秉持著冒險的精神 我們還是決定深入這個生態公園 因為常常我們覺得很美麗的地方 就是隱藏在這種看起來毫不起眼 大家都覺得很恐怖的地方 沿著最後一段柏油路進入 我們會進入一大片防風林 這段很有往前探險的FU 隱隱約約可以聽見海浪的聲音 同時陽光照射的角度 也把整條路面照得金光閃閃的 但是沒有開心太久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這裡都沒有人要來了 路的鏡頭 感覺就像是一座 想把自己偽裝成花園的停車場 欸靠這裡根本真的是 這裡真的是沒在維修的欸 而停車場的鏡頭 則是一座 想把自己偽裝成游泳池的海岸 他把這裡做得像是一個游泳池的樣子 但是這裡人家明明是海邊 他給他做成游泳池的樣子 你不覺得這個階梯很像游泳池嗎 然後就年久荒廢了 這應該是上一次選舉的時候做的 看到游泳池之後 我們還是不死心 決定往另外一條 想把自己偽裝成林道的公路深入 而再往前騎了大概30秒 黃天不復苦行人 我們終於找到了進入海灘的入口了 這裡很像是漁光島那種入口 出了防風林之後 就是一望無際的海洋 而今天的海 真的是非常給力啊 出現了藍色的顏色 這應該算是我第一次在西部 看到這種西部藍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叫江軍生態公園 過那個牌樓之後呢 他會分成兩條路 一條是往右 往右呢 就是應該是上一次選舉建的啦 因為他建完之後就直接沒落了 另外一邊呢 就是從另外一條進來之後呢 你會先穿過一片防風林之後 接著就是沙灘 沙灘完走出來 哇 非常讚的海啊 今天西半部的海呢 是藍色的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種海了 對那邊是一個 那個什麼海水浴場 苗栗通宵那個有沒有 喔 我覺得有那麼一點點像 對一點點 然後苗栗那個多一個出海口 對 這邊多了那個堤霸 對 這個走在沙灘上呢 非常的綿密 非常軟 現在踩起來 對 這個沙踩起來是很洗的 可以看到岸邊呢 非常多垃圾 但是整個一望無際的就是爽 好不好 我們就準備在這邊好好來休息一下 雖然太陽很大 但是我們還是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去踩個爛好了 GOGO 在這裡很有海島風的味道 隨風起舞的防風鈴 加上現場正正浮面而來的海風 讓我到了這裡 只有一個字想說 鹹 這次騎車沒有帶到我露營的椅子 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失誤 在這個防風鈴裡面 如果可以坐下來好好的放鬆 一定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在這裡沒有蟲 沒有雨腥味 沒有太多的遊客 只有海風還有海浪聲 我想下次我一定還會帶來一次 很單純的 結果是來看海放鬆 在這裡跟幾位觀眾說了掰掰 因為今天的行程真的比較free 所以行程也就很隨性的開放大家參與 而接下來我們也只剩最後一個點 於是 我們依依不捨 離開了將軍生態公園 旁邊的海灘 對 一定要強調旁邊的海灘 因為將軍生態公園 本身真的是太秘境了 離開了海灘 我們開始一路往北 最後再騎了超過一個小時 終於來到了這一間 我最愛的 大家考仙科 小響北餐笑響很久 我笑響了大概 M多久沒吃啊 三個月沒吃了吧 哪有那麼久啊 蠻久的啊 哪有那麼久 兩三個月沒吃啊 上次來我已經忘記什麼時候 嗯 我吃錯了 那顆超大顆 跟大家吃的仙科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在吃了真正兩個多小時之後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也差不多在這邊告一段落了 哦 七點二十了 可是這一次呢 對我們來說 算是很早就吃完仙科的一次 因為以往呢 我每次吃完仙科的時候 時間 大概都在八點多 九點的時候 我們要回去的路上呢 這個路燈永遠都不會開的啦 這一次呢 是因為有 那個什麼活動啊 孩子下機 孩子下機 孩子吧機 所以這個燈呢 全開 對我第一次看到這條路這麼的亮 以前從來都沒有過 因為這一次是我第一次辦一日的行程 所以 說真的也比較趕 然後也比較臨時 那可能還有某一些地方是 沒有招待好的好不好 跟各位說聲拍謝啦 可是大家都很給面子 所以都說很OK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從早上給他騎到晚上 臨時的 帶觀眾去騎車 算是小小的成功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去加油站 先好好給他補個油 補完油之後呢 我們就要騎回台中了 準備出發了 跟大家說再見 一二三 再見 現在人呢 已經在這個 東石的加油站了 每次吃完仙科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行程 大家應該 非常清楚明瞭 知道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在加油站 加個油 等一下就準備要回去 怎麼樣 很爽耶 它那個加速超快的 加速很快 比還是沒快嗎 對 真的還假的 你不要因為現在是我 所以你這樣講 沒有沒有 不然我會被嘴喔 你要講的有品有趣喔 我是認真的 OKOK 因為我剛剛有用彈的下去起步 你說一次就等下灌到底這樣是不是 對我就是先早速上來 然後再直接放煞車 它那個加速真的是很有感 很有感是不是 對 就直接拉出去了 應該是因為鏈條的關係嗎 對我覺得是鏈條關係 KRVMOTO版 它這個是鏈條的 可以看到呢 它的傳動系統 這邊是鏈條的部分 哇非常的帥氣 我覺得還有一個差別是 它的空間好像比S妹還大 腳大 這樣踩還不會覺得說 這裡很穩 可是如果是我的S妹的話 我這樣子踩 它這裡就很容易卡 所以它的空間會比較窄 可是現在它也有卡到啊 對啊 可是它S妹是大概這樣就卡了 喔 它的龍頭的幅度更小 對啊 可以擺動的幅度更小就對了 對 而且那個腳可以 我可以比較可以這樣踩 我的S妹比較沒這樣踩 OK 謝謝你的分享啊 這一次的一日遊 也在我們加滿油之後 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一整天的KRVMOTO 從山路為土路 再路到海線的體驗下來 我覺得KRV在山路上給我的感覺 操控性是真的蠻好的 雖然說騎乘的時候 我都是偏向慢油的騎乘方式 但是在每一個彎 還是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KRVMOTO的靈活 沒有那種飄忽不定 同時卻又蠻穩重的 出彎補油之後的動力 也是非常的順滑 不會有那種油門 明明都已經吹下去了 但是卻遲遲等不到 車子反應的現象 另外我覺得 不是很適應的一點就是 在我剛開始牽到車的時候 這種Keylis棉鑰匙的啟動系統 在還沒習慣之前 真的會蠻沒有安全感的 下車的時候 都會再走回去看一下 看鑰匙有沒有拔 然後就突然想到 啊Keylis 但是習慣了之後 真的很舒服 發動之前 終於不用再一次翻口袋了 而這趟的里程 大概是超過350公里 不到400公里 一整天坐在椅墊上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不適啦 坐墊的位置很大 很寬 但是以我腳這麼的長 好啦 雖然我55身 但腳還是真的偏長了一些嘛 以我腳的長度 在經過一整天的騎乘之後 不管是我的屁股 還是我的腳 都沒有任何的不適 所以這也讓我覺得 KRVMOTO 真的是非常適合 長途旅行的一台車 這一趟臨時到 不能再臨時的考科團 一整天下來 從我一開始覺得 一日的帶觀眾去騎車 應該是會時間很趕啦 很不夠 但是一路從早上騎到晚上 我反而沒有覺得時間很趕 或者是很空虛 也對這次自己安排的景點 覺得嘟嘟好 帶觀眾一日遊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玩 或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這趟旅程中 只有這一天可以相處 所以都格外的珍惜 少了二日遊那種 大家一開始還不熟悉 會比較冷淡一點的感覺 這次在一開始集合的時候 大家就真的非常的熱情 那種大家一起交朋友的感覺 真的非常棒 我想下一次 一定還要再來一次 帶觀眾一日遊的吧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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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ollowing what is burning in me On my own, I am strong I am finally where I belong On my own, I have made it a long way From home, on my own I can do anything On my own, I am strong I am finally where I belong On my own, I have made it a long way From home, on my own I can do everything I made it on my own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